我是幼轮的空中 别碰到大家 这个会报的时间 有些人可能是下班的途中 或者是还在努力的工作 也希望大家可以运用很多不同的管道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分别可以上快乐联播网的官方的网站 或者是脸书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影音直播 在这里很牛 特别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 听说是临时被委以重任 就是要来上这个节目的 因为头大有看着 这个校长其实真的 因为最近这个天气 有时候也是多变化 有时候进出冷气房 或者是天气一下子冷 一下子热 一下子下雨 然后一下子又很闷 所以很容易就会有一些感冒的状况 还特别看到红酒贤校长 他其实就是戴着口罩 而且陪同着副校长 来到他们节目的这个现场 那其实提到了一间学校呢 除了就是说很多的董事啦 是很重要之外 另外呢还包括了这个最主要的 这个领导学校的一个领导者 就是校长 另外呢 左右手也很重要 就是副校长的部分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 几文科技大学的副校长 来到节目当中 要和大家一起来介绍这一所学校 我们先来欢迎副校长 副校长你好 佑伦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这个因为呢我们的副校长 李鸿斌副校长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 谈的这个 主要学校的一个部分 我们知道说 其实每一间的这个科技大学 因为我们知道说科技大学是技职体系 那如果说你是读高中的朋友 其实也是可以来考这个技职科技大学 他有一定的这个名额可以释放出来的 是的 然后呢就是说 技职科技大学的同学 目前呢在职场上面 因为他们是学友专长 所以呢在很多的一些公司的一些任用上面来说 工作的机会相对来说的话呢 应该都会比这个普通的大学生 因为普通大学都是读一般的 可能就是学术的一些文章啦 或者是内容课本比较多 所以呢就是说应该会在求职上面呢 会比较有优势一点点 不过随着很多的一些问题的一些产生 像少子化啦 或者是学校比较多的关系啦 等等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变迁 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一些在学制上面啊 可能需要做一些修正 或者是说做一些这个在整理的一个状况 我们在今天我们都会请这个副校长来 跟我们好好的聊一下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副校长好了 因为在这个锦文科技大学 他是在新北市 是的 锦文科技大学目前 他位在新北市的新电区 在安坑地区 在这个新北市新电地区就感觉到说 他其实已经比较跟这个新北市的这个等于板桥 算是现在一个市府的所在地啦 但是呢在这个新电的一个部分来说的话呢 就会让大家觉得有山 然后也有水 然后在那边的话我们可以做 他好像是那个捷运绿线对不对 对 应该是我们的同学都坐到新电站 然后我们有绿石的专车 从捷运站接驳同学到学校来 那就如主持人刚刚所说的 学校那边有山有水 对 适合念书的一个好地方 就等于说同学不会每天看到的就是那种灰色水泥啊 感觉到就是很制式化很硬啊 来到这边的话呢 你就是地灵人节 然后呢可以呼吸到比较新鲜一点点的空气啊 因为在都市当中 其实有时候那个PM2.5的一些影响 大家都还是会蛮害怕的 不过呢特别提到了说这个 锦文科技大学 我们当然要讲这个学校在这个近期的一些优异的表现 因为呢像很多的同学 我们知道技职体系的一些学校 蛮重视的就是说 他出社会时候呢 跟这个工作的衔接的一个 呃衔接的时间能够缩短 能够很进入状况 受职场的一些喜欢跟任用 那同学呢 其实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会参加很多的一些技能检定 或者是说可能很多的一些校技 或者是呢全台湾 甚至于国际上面的一些比赛 那么在近期的话呢 在锦文科大的部分 有哪些亮眼的成绩呢 是的 呃我们学校呢 呃我们都鼓励学生去参加比赛 因为在介入比赛可以增广学生的见闻 对 呃我们学校最近的这个呃 对每个学员都有他一样非常杰出的表现 呃 比如说我们的呃视觉传达设计系 是 呃我们曾经在呃去年我们就拿到红点设计大奖 哇 这是奥斯卡级的 对在设计界是奥斯卡级的 对 然后我们的参与学员呢 我们由于是参与系 我们是鼓励我们学生参加国际B级的赛事 那B级的赛事在国际间就是非常的这个呃重要 嗯嗯 那我们的同学呃这这一两年来我们所获得的奖牌数 大概也将近的有三四十面是 国际奖牌数 那国内的这奖牌数也就更多了 对 那像电视学院的部分呢 我们就鼓励同学去参加发明展 因为电视学院他是希望把自己所学的 嗯嗯 希望能应用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创作出来 所以呢我们在我们这国际间几个发明的大展 嗯嗯 这个比赛里面呢 我们学校都拿到我们学校的同学都拿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对 然后在另外一个在三款学院的部分呢 我们比较强调创业啊 那创业的不比比赛的部分呢 大概最近在大陆非常的火红 嗯嗯 那我们呃前一阵有同学在去参加呃 浙江经贸学院所办的一个比赛啊 呃我们拿到一个五万块人民帝的大奖 哇这样呈四点五是呃 大概二十多万三十万 是的 所以呢这次同学真的好就是表现的非常杰出哦 等于是为学校来争光哦 当然就是也是希望同学哦 在这个踏入的社会之后呢 能够有更不错的一些发展哦 等于说呢呃 真的就是能够为社会来尽一份心力哦 不然的话像现在整个大环境大家都会说哇 实在是探没什么钱哦 然后呢 最后就排除了像一般的这个可能大学生的话呢 呃上次有看到这个人力银行所做的一个调查报告哦 他们可能要找工作的那个等于闲置的一个时间哦 大概要半年了 然后如果说你是呃年纪又再更长的朋友 可能就要更久的一个时间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无缝接轨呢 其实呃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早期读这个技职学校啊 像高高中职 像高职的部分 尤其是到了一种私立的高职的部分 大家都会觉得说啊 那个是可能后多后段班的同学 成绩已经不是那么好了 他可能在国中的时候不够努力 他会觉得说可能是那时候的什么放牛班啊 然后呢 其实好的一些呃成绩的同学 他可能就先选了呃国立的高中 然后不然的话就私立高中 大家准备朝那个普通大学的方向前进哦 那高职的部分可能就是哇 等到最后了哦 对在这个呃几年前 好数十年前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哦 但其实近几年来应该就有蛮多的一些改变哦 像我们有看到很多人哦 他其实是可以读国立大学的 有些人他是去选择反而呃可能像是 技职体系的科技大学 然后有些甚至还读私立的呢 因为有抢学技吗 哈哈哈哈哈哈 那因为可能没所呃呃呃科技大学 他的属性不同 对嗯哼 然后呢可能会呃带给同学的一些协助帮忙资源 也会有些不太一样 所以呢就代表说现在学生自主性比较高吗 还是呃呃学生现在可能过去刚才都是文凭的一个影响 那现在学生可能为了实际的一个就业的状况 他可能会选择自己自己要走的路 对然后呢就是爸爸妈妈的意见 其实也是会参考啦 呃爸爸妈妈的意见呃现在因为现在呃社会的氛围 爸爸妈妈也大概都多尊重我们孩子们的一个兴趣的选择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像是读这个普通大学的同学们 一般来说的话他可能不知道说自己的未来确定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如果你都还不太确定的时候 高中职呃是可以在这个呃试探一下自己的性向的 但有些这个同学他们其实真的就是还蛮清楚明白的 可能从国中的时候呃就很喜欢做一些公益的朋友啊 或者是说很多人喜欢猜一些什么呃电视啊 或者是呃像我们以往常看到收音机等等啊 在那边猜组啊 哎他可能就会知道说他可能对机械方面是有兴趣 电子方面是有兴趣的 那他可能很早就会确定他的目标了 但真的还是有蛮大部分的同学啊 可能是跟着同学走或者是成绩到哪边 然后就读哪边的学校呃因为大家可能出社会 也不一定说就是你读什么科系就做什么样的工作 所以呢像是在这个简文科大的一个部分 呃其实在这个很多的一些大赛当中有不错的一个成绩 我这边资料是特别提到的说在过去一年哦 呃一年内的一个时间简文科大呢 有国际性大赛或者是全国性的大赛 获得35金45银47铜哇这个等于是表现非常的亮眼哦 呃算一算已经超过白面了哦 所以呢像刚刚这个副校长也特别有提到了说 各个这个呃等于说在锦文科大的这个学院表现 他们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可以再仔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说 大概有哪四个学院那院是不是下面还有一些的不一样的系所 是的现在学校有四个学院 嗯那目前规模最大的是光餐旅学院 哦那下面还有三个系 嗯那就跟光餐旅有关的 对关于美食是 然后呃旅行 嗯还有呃旅馆住的部分 对所以我们有所谓的餐饮管理系 嗯嗯旅游管理系 跟旅馆管理系 是那因为这三个系多半是属于呃食物的 嗯嗯 我们食物重于理论 所以呢呃我们这个院的特色是我们学生呢 在大三的时候都要出去实习一年 哦那借由实习呢可以了解这个呃产业的一个状况 对 认识的产业 嗯嗯那呃呃因为很多东西是在课堂上没办法学到的 嗯那借由这样的训练呢也可以帮助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哦在就业状况 对我们就可以帮助他呃因为收集这个产业但产业也收集他们 所以到最后毕业之后呢呃很多同学就留任在他原来实习的 的这个这个呃产业对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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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大概有90%以上的五星级饭店 都会找到景文科大的实习学生 其实我们现在毕业生 有在五星级饭店担任很高的职位 我们旅馆系也不忙多让 在旅馆界有所谓的Golden Key 我们同学在Golden Key是属于全世界一个农药 我们学校目前毕业生有三位的同学 拿到Hotel的Golden Key 它是代表在旅馆业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 我们的旅游管理系的同学也非常的优秀 他常常在学校的时候 就把藉由实习了解这个产业之以外 他们也参与很多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国内几个大活动 比如我们位于在新店区 我们碧坛有一个旅游服务中心 这就是由我们同学负责他来营运 另外前一阵子中休节还有我们的元宵节的天灯 平线天灯 每年两次的天灯的施放的一个活动 他每天都有很多的梯次 需要服务同学在那边协助我们的民众来施放天灯 我们大概近三年都是由我们旅游系的老师与同学共同来帮大家服务 所以就是学校也帮同学找了很多的一些学习实习的一些管道 而且这些的等于说可以去实习的地方都是经过筛选的 所以像很多的一些家长就可以放心 因为有的一些学生如果真的表现很不错 就会被这个所实习的单位给留下来 同时在过程当中同学有哪些的一些问题 这个一年不是说了学校就不管你了 你还要定期的是回学校去做一些报告 然后除了夜师就是在职场上面的一些夜师级的人物做一些评分之外 学校的老师还是要去了解说状况到底如何 然后同学在这个实习的环境当中 遇到不同的人事物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做调整的 这个等于都是科系大学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才能够让很多的一些同学在市场上是具备有竞争力 我们在下个段落的时候 我们继续邀访到我们的副校长来谈谈说 因为像现在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 很多的一些县市要朝向这个观光为发展 像右轮长区的花莲就是希望能够打造成为国际情的一个观光大县 最近大家也有看到那个斯拉巴斯的那个货柜的那个白色的一个 就是非常指标性的那个建物在那个地方 很多人都跑去打卡了 那对于这个未来台湾其实要发展一些国际休闲的一些产业 我觉得锦文科技大学在这部分就可以算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在下个段落的时候再来跟副校长好好地聊 2018屏东国际商洽会盛大登场 见证屏东农云花卉续产品实力就趁现在 共有11个国家32家通路 以及超过130家厂商共享盛举 还有550厂一对一商洽参访 10月16到18买家与在地厂商专业洽谈 10月20到21开放民众参加 2018屏东国际商洽会就在屏东台塘纸江场 以上为屏东县政府广告 从设计酒店风格餐饮文青咖啡到大事建筑 从租借弄堂梧桐树下传统菜市场到佛门圣地 上海处处都是网红舞台 旅读中国杂志10月后 走进能化腐朽为神奇的上海 发掘上海人情有独钟的网美代表作 搜集30个购格打卡上传的魔幻空间 体验华丽高调的海派恋物美学 成品金士堂伯克莱及全台实体网络书店热卖中 好感谢好感谢 你怎么会整个面子清顺顺 刚刚有一台车要倒完 好像没看到我滴滴晒过来 好感谢她的车送不快 如果没有我现在人就在平衡啦 我们过车路的时候一定要怕行人穿越线 也要注意要回我的车 尤其是要倒我的车 常常都没看到我们走路的人 我们可以把手抓换 提亲加速 因为我们先过 最重要是自己爱晒你啦 快乐联保王提起你 过车路要注意安全 在书桌面人生无上 有的人是为了清静 需要身体在烦恼 在这里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张飞香门 我们如果要睡前念飞香门 飞香给自己的完成贼助 做生我们的心来会更平静 这可以给你免费来够 控制三三五 数理三三 2018屏东国际商洽会盛大登场 进阵屏东农云花卉续产品实力 就趁现在 共有11个国家32家通路 以及超过130家厂商共享盛举 还有550厂一对一商洽参访 10月16到18 买家与在地厂商专业洽谈 10月20到21开放民众参加 2018屏东国际商洽会 就在屏东台塘纸江场 以上为屏东县政府广告 你是冠楼过渡 会做生男性在冠作上天零不久 晚上下班 也没法照顾漂亮的家庭幸福 做生男性风筒的威尔冠 也是因为一样化蛋理论来生成的 正宗穆拉德一样化蛋 全新商品 全新组合 八大罐送四罐 只要2980元 今天加码1千元 还送一罐60厘大罐赠 抢购专线 0800 399 599 0800 399 099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各个领域 专业人士 或者是说很多民众 想要听的一些内容 上来今天的话 其实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聊 说目前整个 就是台湾的大环境 然后还包括了像是说 很多的学校 尤其是在技职体系的部分 面临小子化的关系 然后大家从以前到现在 一些比较旧有的观念 虽然是逐年在慢慢的改变当中 但是呢 它的一个改变的速度呢 就是说没有办法快过 那个小子化 大家都不敢生小孩 所以呢 这个严重的程度 造成就是说 我们可能以后呢 在街头看到的 很多都是长者 很多的年长的大哥大姐们 但是呢看到年轻朋友的比例 会很少 所以呢 年轻朋友的压力也好大 要说现在已经工作不好做了 那以后社会的一些福利措施 他们要负担很多 大家就觉得说 怎么办呢 好没关系啦 来读静文课大好了 因为呢 以后的一些好 这个休闲啦 或者是长照的部分 都跟这个 其实我觉得在休闲领域方面 是有一些关系的 因为预防重于治疗嘛 所以我们要让这个健康的长者呢 他们要有一些的 适当的休闲娱乐活动 就是要活就要动 有时候出去 这个规划一些 引法族的旅游路线 让他们不要一直 在家里面被电视机看 以预防失智症的一个发生 让他们有事情做 其实真的就是 很好的一种模式 所以这个时候呢 像锦文科技大学的部分 就占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刚刚我们特别有提到了说 有四个学院 然后呢 也有这个 就是不同的系所 还有研究所 那大家可能就是印象当中 锦文科技大学 就是在休闲观光部分 它的成绩非常亮眼 像是那个校长 他在这方面也是专业的 所以呢 着力的也很深 那除了这方面的特色 还有其他的哪些特色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是的 我们除了官方参与学院以外呢 我们还有三个学院 其中 一个是人文设计学院 那里面有视觉传达设计系 对 与我们应用外语系 那应用外语系呢 其实在锦文的应用外语系 在我们北部的机制体系 算成立蛮早的 我们以前有的外语村 我们在专家时代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就读外语 这个科学外语系的同学呢 都来助校 那除了白天的课室里面呢 我们晚上有安排外语老师 一对一的这样一个教导 对 我们希望藉由这个环境的塑造 外语环境的塑造 能加速同学学习外语的能力 这个很重要 因为台湾的外语能力 年年杰逐一直往后倒退 那我们的外语系 有分为英语主语日语主 那日语主大概也是北部学校 我想是第一个设立的 那我们除了语学和训练以外呢 我觉得学校在对于 外语系的同学的一些 跨域的学习 也琢磨很深 我们举了例子 我们前一阵子听到 我们饭店的一个老板 在最正裁的时候 他除了希望 有旅馆管理系的同学以外 他们非常希望 我们应用外语系的同学 也加入他们广望的产业 因为毕竟现在是个 国际化的社会 那我们所面对的顾客 来自不同的国家 所以有流利的外语能力 可以帮助他们在这个业界发展 这是应用外语系的部分 那在这个学院另外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视学传达设计系 这也是北区在私立学校 第一个成立一个设计方面的系 那除了近几年 我们曾经拿过时报的 进度的金奖 我们也拿过新一台设计的大奖 然后去年我们拿到的 这个设计界奥斯卡的 红点设计大奖 那我们对于学生的一个训练 我们采取师徒制 我们大概每位老师 对于四川系的同学 我们都会认养 那除了我们课堂上的教授以外 我们藉由专题的制作 我们希望我们制作不是到大山大师 才能做 我们有所谓的新鲜人专题 藉由大家一进来 对于这个课程 还不是很熟悉 我们藉由实作专题的方式 让他去了解 各式各样 是精工 还是有关于这个玻璃 或者是一个电影的制作 等等 我们都让他先有所了解 那就如刚刚您说的 有些在高职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实业试探 那我们到大学端 是在职业的分类 做一个更细的一个 对更细的一个 介绍 让同学能了解每个行业 对 这是人文设计学院的部分 感觉真的 人文设计学院的部分 就还蛮精彩的 因为他有学这个精工的部分 也有电影影像的一些部分 然后呢 我觉得啦 就是说整个 景文科技大学呢 各个不同的学院呢 他其实就是像是一个 缩小版的一个公司 因为一间公司 其实就需要各式各样的 一些不同的人才 这个人才呢 他可能就是说 如果你要开旅行社 或者是说你可能要规划 很多的一些路线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各个系所都可以运用得到 对不对 规划路线啊 然后如果说你的那个 选择住的地方 要怎么样选择 要要求怎么样的服务啊 同时如果说你是店家的话 或者是旅感业者的话 视觉传达又很重要 你要怎么样来做好 包装形象 或者是说你要设计 什么样的一些纪念品 或者是说让大家买回去的一些伴手礼等等 这个其实就是在视觉传达部分 它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呢 真的同学来到这边的话呢 其实如果说你读其中的一个系所之外 我觉得还不够 就等于说你最好就是能够去了解其他系所 还有在学些什么 我觉得诱人讲到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其实现在社会上是需要拍型人才 所以说他希望有两个专业 比如说我们外语系的同学 那如果是他能学一些商馆 或者学一些餐旅方面的 那他有两个专业 对他的这个就业会有更大的帮助 对因为像如果说他都是投入在做视觉传达的部分 他很有创意巧思 然后呢他是全心全意的花时间 金钱投入其中去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 可能影像制作 但他如果没有一些的那个盈余的一些 或者是成本的考量 到最后呢是做赔本生意的话 那可能这家公司没有多久 可能就倒闭了 所以呢就是懂一些基础的 怎么样做一些的理财啊 还有就是公司的营运的管理啊 这点也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才会说 为什么说像现在是需要 拍行人才就是这样说 希望同学不只是只有一项的专金 可能你有其他方面多少都懂一些 不是说这个一定全面都是很惊动的啦 因为呢每个人的这个能力是一定有限的 就像说我们可能像现在这个可能要选师长啊 什么的 也不是说每一位师长 什么各行领域的一个知识啦 或者是实作他们都是了解的 但是怎么样看人 试人 怎么样用人 这个倒是蛮重要的啊 那这些都是其实我觉得在学校的时候呢 可以培养同学 他们的一个专注力 判断力 然后在实习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学习 呃去观察你周边不同的人事物 应对进退哦 那像这个其实很多的同学在实习一年之后 因为都要定期到学校去做报道嘛 那应该都会明显的感受到同学真的都还是在那一年的时间是变化很大哦 呃其实同学在实习一年之后 每次看到他们回到学校 呃我们第一个感觉是学生变得更有礼貌 更成熟 不管是在专业上的一个进步 对 因为他实习他会接受很多专业 我觉得最重要他是态度的转变 嗯 因为在学校是老师们都会保护你 对 当你进入职场 你所面对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的一个考验 嗯 很多的企业现在没有说 呃因为他们是实习生 然后就说啊这个你不要做好了 啊那个另外的话可能就对他们就是说 感觉到他们比较脆弱 不可以呃就是把他们捏碎 现在比较不会 就是说真的就是实战 因为呃到业界实习 是 呃学生面对是有关于公司他的营运 对 他的第一线 嗯哼 所以呃对于学生即使是实习生要求 嗯 也越来越高 对 那我想这个要求是对学生是好的 嗯哼 就有这样的要求 我想呃 在学校老师们要求学生可能没办法感受到这么深 嗯哼 当你到业界没有老师的保护 你必须单独的去面对这些挑战 对 所以每次我看到他们回来之后 第一个他们变得更成熟 在态度上更好 第二个我们发现他也也越认真 因为当到业界去实习之后 他学然后知不足 对 他知道哪边是他所需要加强的 所以在课堂上上课态度比他实习前会更好 所以我觉得实习对学生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训练方式 震撼教育 因为有时候在学校你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跟其他同学来比 你已经算是前几名了 对 但是呢 当你走出校门之后 你到了这个一般的业界的时候 除了呢 就是可能有跟你差不多年龄的 他可能已经先毕业的 就是学长学姐在那边工作了 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可能工作了一两年资历的一些年轻朋友 那大家相比之下 有时候你就发现到说 为什么他们都懂好多 那为什么他们都能够受到很多的一些重视 所以这个同学们可能就要上行发调了 毕竟现在台湾整个大环境竞争的都还蛮激烈的 通常呢 就是说你要有好的工作 也必须要有好的一些态度 然后跟技术跟经验 那工作是也挑人的 不是是人挑工作而已 所以当他们就发现到说 哇 职场上的震撼教育带给他们很多的冲击 所以他们回到学校的时候 应该就会开始询问老师很多的问题 或者是可能会请教说 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些补足的动作 是吗 是 那其实又人刚刚有提到 其实学生去实习 不是说学校就放任学生在外面 我们定时会去访识的学生 然后我们在跟业者在讨论 一起打学生成绩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业者 我们有做所谓的雇主满意度调查 看看我们学生在训练上哪边有不同的地方 我们回馈到我们的教学机制 或我们的课程设计 我们希望能把它做的调整 那每天这样的调整 我们都希望能达到 我们最适合学生的一个课程 还有教学环境 像以前就比较常发生 就是说学习跟出社会工作 出现很大的落差 或者是说可能在使用的一些器材 或者是你所规划的一些可能想法等等 都不是可能时下民众想要去了解的 或者是可能像旅游路线 你就是规划的是 可能在价格 或者是在一些景点 或者是说大家想要玩的一些方式 可能就是落差很大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这样子学习好像跟实际上就是差别很大的 因此上次景文科他这部分做了很多的一些 就是可能刚好学生是在实习当中 也跟一些的这个业界的朋友们 做了一些的沟通 才能够让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是学习到 目前真的就是说 他进入职场之后 可能就最需求的一些部分 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 才能够知道说远见杂志这边 针对上市柜公司有进行2018 企业最爱大学生的这个调查 有这样的一个报告 邀请了有1664家的这个台股上市柜的公司 然后他们也都是上网有去填写一些问卷的一些资料 那雇主段的反应呢 各大学的办学的一个成效 好这个景文科大观光参旅休闲领域呢 在2015还有1618年 哇连续的 就是这从15年到16年还有18年 都是获得全国第二的肯定 所以呢像是企业的最爱的口碑 就跟刚刚副校长这样所提 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 是的 因为其实我们训练学生就是希望降低所谓的学用落差 我们减低我们企业 我们训练的人士的成本 所以刚刚又人有提到 其实现在很多业界也希望跟学校合作 包括提供设备 提供他们的业师 所以我们都把这些融入在我们课程规划 我们一开始课程规划 我们都找我们的各领域的一个所谓的标杆企业的业师 来一起跟我们规划 希望我们所训练的一个过程 是符合企业所期待的 对因为找到这个就是好的一个企业 真的也不容易 因为对很多的一些企业来说 他们就是要有绩效的 然后呢必须很实际的要有赚钱的 那在跟学校的一个建交合作当中呢 其实像这个业界的企业 他们要负担很多的责任 除了就是安全最基本的考量之外呢 可能他们到底可以给学生 什么样的一些学习的环境 还有观念呢 对于业界的一些这个老板们 他们也是会觉得说 这个如果说要做这样的一个合作 他们要付很大的责任 也要考虑蛮多的 所以在这个学校部分 争取到一些 再等于这个市面上 非常有口碑的一些大型企业的一些 建交合作的时候 也费很多心力 是其实刚好学校位于台北 台北的新北地区 我们也很幸运的 因为我们学生实义的场所 都是规模比较大的 我们刚取这个餐饮管理学员的学生去实习 比如说我们去军运饭店 去圆山饭店实习 我觉得这些业者都非常的照顾学生 是 但不只是去实习 他们还自己设计课程 帮我们同学做训练 就等于说去 你去一天的话 他不是说 可能今天就一个任务而已 他会帮你分不同的部门 然后不同的层次学习 是 比如说有些饭店 因为我们学生说去 大概都是半年或一年 对 他有所谓的 Rotate 就是轮调 对对对 那今天他讲哪的部门 我们受了一些训练跟教育之后 让在这部门待一阵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换部门 对 其实这对企业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但是我觉得现在台湾企业越来越重视 他的所谓的CSR 是 他的企业的责任 社会责任 对 那我觉得借由这样的话 他也可以接受到同学们对这个企业的肯定 所以很多的好的企业 我们同学都很愿意在毕业之后留下来 对 然后呢 就持续工作 那也减低我们企业在找人的这些成本 刚好也是同学们够认真了 所以也让企业主呢 看到了这个学校的用心 同学的努力才能够呢 让这个企业主也愿意将这个同学留下来 这个单位继续的工作 因为我们知道说像很多基层的 他们可能就是 像是旅馆业者 他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部门 他可能就是有房屋的一些管理 那房屋的整理 这个是最基本的 另外的话 还有其他很多很杂项的一些工作 那同学就是从基层开始学习 而企业主愿意花账的一些时间 因为他们很多的人力 应该都是需要快很准的 赶快整理好 然后呢 可能都会有新来的一些客人 他们的一个 必须要这个确硬的一些时间点 他们愿意做这样的一些训练同学的动作 我们真的要给予很多的支持跟鼓励 唯有这样子的话呢 真的才能够让台湾不断的往前迈进 而且呢 就是说很多的一些县市 都是对于着重于这个观光休闲的部分 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呢 也是需要学校跟所有的这个社会各界呢 多多的一起来做配合的 我们在下一个段落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谈谈一下说 有关于技职教育呢 在这个产学合作的一些部分 实际的一些例子 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 同时在面临小子化各小竞争之下 锦文科大师怎样来做一些硬硬的一些问题 我们下个段都再跟大家聊 男孩子 男孩子每天都要刮刮鬍子 那一般都是拿那种刀片式 手动的 想来烤箱 没来烤不清 要刮鬍泡 要补充包 一粗多的 切八百 过去有什么 电动刮刀 没用你知道吗 不能水洗 但是现在客户在发电了嘛 现在是整支可以洗 你整支就等那些 像潜水艇 丢在水里面 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人会出油 会流汗 你过去电动刮刀 你如果不能用水洗 肩膀都会哪里你知道 皮肤红肿 骚痒过敏 那刮刀你打开都是 很臭啦 送你一支蜊子 刷子用把它刷一刷 那用很难用 不是啦 那很噁心的啦 里面都是细菌啦 所以说很多人电动刮刀 用一段时间之后 他不敢用了 会刷嘛 会背嘛 会咬嘛 但是我刚才说 那个手动的 他会生一生 他会有时候流汗 如果没到来 刮到这样 都拔胡子 如果想来 刮到流汗流汗 现在科技进步 我们刚才说有全水洗 而且现在是充电室 对 你现在三刀头 是充一次电 连续使用50分钟 定义你冲一次电 那是不是一天 烤一次水手 对吧 两星期了 现在你就 台课啦 做兵 你如果说买一只刮刮刀 万几块给他 哦 如果判斤他 都会对他沉冠啦 是 有的刮刮刀 嗯 也跟钢钢钢 嗯 就像没钢牌处而已 是 差十倍以上的价值 妙祖父就是坚持 嗯 又好又便宜 是 我十堆牌 相信整才是好 我们今天来听几家 刚才再强调啦 全水洗三刀头 浮动式 对 啊 穿电式的 是 我们都说两支嘛 对 两支要买你多少 嗯 两支九百九十块 九百九十块 买一支 送一支 两支 两支 对 九百九 对 保固一年 对 我们如果派去 平面派去哦 嗯 我们换身的 什么 好棒哦 听到我还在 给你介绍这些东西 你就快买 嗯 因为当时买买不知道 两支 全水洗 三刀头 对 充电式 两支九百九 这个规格这样的组合 你在外面保育公司 我最便宜都可能要一千五 已经 对 没白资的哦 嗯 今天我们是 妙祖父 是 郑芳怡代言 两支不在哪里 0800 058 589 0800 058 589 这样两支 九百九十块 你如果找到有 你买我 别说我买你 对 来电话金卡 0800 058 0800 058 589 关金卡得到机会 快乐最好康 让你越来越快乐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任保旺 今天节目当中快乐联播网快乐新生又轮特别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景文科技大学的副校长李宏斌副校长来节目大家来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聊这个景文科大的这个亮眼的成绩 还有呢同学如果说呢呃未来有兴趣朝这个景文科大所有的这个科系来这个就学的话呢大家其实呢呃就是可以呢先做初步的了解哦 那如果说这个想要更详细了解的话大家可以上这个景文科技大学的呃官网里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详细的一些资讯同时呢这个首页一看到就会知道说他们有很多亮眼的成绩 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学校的一些哈这个校训还有呢就是校长啦还有其他的一些像副校长啦还有各个这个呃系所以及社团的一些介绍都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资料哈在各大搜寻网站 大家就可以打上我们的这个如果说你是有看到呃直播影像的朋友就可以打上景文科技大学有时候呃打个景文科大就可以找到了哈这个都非常非常简单的哈那我们刚才在上个段落特别提到了说有关于呃呃产官学的一个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就会让同学也能够及早的知道说目前大环境的一些状况是怎么样哈然后呢呃如果说进入了社会他可以做哪些 一些微的一些调整哈才能够让你这个比较能够无缝接轨呃因为有时候毕业哈如果以右轮来说一个月没有工作开始就心慌然后两个月心慌意乱 那这个会非常的忐忑那对于同学来说他们也都是希望说呃不要浪费自己年轻的一个生命能够多多的做一些尝试哈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啦而不是说真的一定是那种乱头履历这样子像无头苍蝇一般的哈呃那个真的都是到后面可能已经心慌了啦所以说才会做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呢我们来举这个实际的例子好就等于说锦文科技大学在这个企业方面的一些努力哦呃还有就是同学他们出现的这些亮眼的表现他们这样的一个产学的合作有没有实际的例子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的呢好的呃我们学校在上个月刚好跟我们呃国内一个蛮大的集团叫东龙珠 哦他是属于圆� � popping 然后他是属于精柄方面的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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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这样那么在昨天嗯所以他本来是跟英哥的呃呃地区的英哥高次来合作是呃那他是希望说呃呃希望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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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是做工艺方面的 因为他需要的这些人才需求非常大 所以他本来是跟英哥的地区的英哥高纸来合作 那他是希望说 希望他的员工的一个程度能再提升 所以他最近早上我们跟他一个合作 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 我们也举起一个拜师大典 这个拜师大典也非常有趣 因为精工的他的师父最主要的最重要是他的头巾灯 他的工具 他工具一套就好几万块 就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工具绝对不能够离生 然后在拜师大典里面 当然学生要准备一个素修 我们要请跪拜礼 然后我们师父就把代表他们这个产业 他们高的荣誉的头巾跟工具交给学生 然后学生再奉茶 虽然在这个仪式完之后 其实未来合作也非常的多 其实东荣珠这个集团 他免费提供他自己的师父来学校 跟我们老师一起授课 那教导学生工艺方面 比如说钻石要怎么乡 然后很多 基本的观念等等的 这等于是说这个企业 他就必须派这个夜市出去的时候 他们就少了这个制作或者是设计的人才 可能这个一天就没有了 是没有错 但是现在我想社会 他对学校合作是非常的殷切 他希望说他能找到的学生 是可以在他公司服务很久的 那即使说不跟学校合作 他自己去训练 他自己进来的学徒也需要时间 而且可能训练到一半 可能就发现他学徒发现他的兴趣不合 就要离开了 增加他的一个训练成本 所以现在企业都很希望跟学校来合作 因为像是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人都会说 像现在整个台湾的大环境 可能不是那么的景气 因为其实我们的内需市场就是有限 所以我们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一些可能外来课程 然后呢他们可能可以在台湾消费 然后同时创造一些的商业利益 但这个其实呢 有一些的这个业主也特别反映到说 台湾其实还是有一些工作不错的一些机会的 但是就是年轻朋友们可能在这个找工作 或者是在挑工作的时候 大家其实也是会眼高于顶 不到说副校长在这个等于学校 还有在这个产业界这样的一个观察 大概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我想学生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态度 跟他的专业能力一定要准备好 我想在台湾找到好的工作 或高线工作并不难 那我觉得重点是在学生 我们有同学一毕业 有找到七八万的工作的 哇一毕业就七八万了吗 是 这样我们顺便马上又转调说 我们要读景文科技大学 那当然我们也有 就是一毕业 大概也只有三万出头的 但是一开始毕业 毕业之后薪水的高低 并不代表你未来的一个方向 对 我们常常跟同学来分享就是 其实把自己的本职学人 跟你的态度把它做好 那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转换跑道 对 那我们学校训练是 除了专业能力以外 我们希望你有好的学习能力 好的态度 对 万一有一天 你需要做转换跑道的时候 你也可以训练自己 去做另外第二专场的一个学习 能很快的上路 然后呢 就帮助你找到第二村 这是我们对学生的一个期待 对 就真的就是说 你从年轻时代呢 就是多多的培养自己很多不同的专长 然后有一些比较健全的一些 面对工作挑战的一些心态 其实呢 你就会在职场上面呢 创造自己的那种 超级强者 然后不被打到的那种勇气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呢 像现在很多人 这个尤其是人类的平均寿命 在台湾的话 可以活到这个八十多岁 很多人呢 现在不是说这个 六十五岁退休之后呢 就没有事情做了 因为很多人就是六十五岁之后 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是很好啊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 做很多的一些工作 像日本 像现在很多的一些老人家 就是在做他们的事业的 第二村第三村 他们可能已经换了不同领域的一些工作了 但他们还是就是说 经验上的累积 做事情呢 是还蛮条理分明的 而且还 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你的脑筋在动 身体在动 也是减缓跟预防老化 失智 很重要的一点 对 对啊 所以呢像是我觉得 在学校这部分呢 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除了跟这个 等于精工的 这个企业 设计单位 有做这样的一个产学合作 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产业吗 我提到因为我们学校参与学院的学生比较多 对 那我们现在跟不只是跟国内的一个企业合作 我们也希望为了增加学生的一个就业竞争力 我们希望他开拓我们学生的一个国际视野 对 我们现在每年大概都有五十几位的学生到海外去实习 那这些海外实习的场所是 我们老师有去做一个基本的检视 是符合我们的期待 那重点是我们也提供学生的部分的奖学金 至少在这机票方面 对 他到这个国外的这机票方面 是不用担心的 不用担心的 那当到到了当地 他因为借由工作 他也有他自己的薪资 所以他可以很顺利的度过 他在海外实习的这个一个期间 我也跟大家报告 景文这几年来 大概每年从教育部那边拿到有关于国际实习的一些经费 大概每年他有三百多万 是 在全国的高教的技术学校排名 我们都属于名利的前茅 对 所以呢就是 等于帮同学有争取这样的一些学习的机会 当然同学也是要彼此竞争 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实习机会 可以出国去 拓开自己的的 拓宽自己的这个视野的一个机会是很难得的 所以说也是同学在学校里面 你的功课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那个 到达一定的基础 对不对 对而且外语能力一定要强 对 反正的话你怎么跟人家沟通呢 因为等于是说你基本的一些会话能力都是有了 那你在出去国外的这段时间 你又好好把握的话 你回来的话 哇真的就是 真的又加深了一场 那个自己的那个一生功力 这个不被打败的功力 那特别提到了说 因为小子化的关系 是学校之间的竞争都还蛮激烈的 那景文科大在这部分的话 我们知道说 在今年有招收了一些新南向的国际生有120人 那也是希望说就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也算是因应小子化的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呢 我觉得让学校国际化也蛮重要的 对 是的 其实国际化对学校本身或学生本身都有帮助 比如说景文在这几年国际化部分 我个人觉得也做的也相当不错 那比如说我们鼓励学生除了去海外实习以外 对 我们也提供奖学金 希望同学能到海外去取得双联学位 双联学位就是同学在大生大事到国外的学校 我们的节面校去就读 那符合两边的一个学位的认可之后 对 他在大事还是可以准时毕业 但是他同时拿到两边的毕业证书 就等于说自己的那个能力更加多了 然后去找工作的时候所向披靡 然后另外我们也继续争取我们青年发展组的一个国际体验计划 我们鼓励同学出国至少14天 然后最多一组最多三个人 从这个行程的规划到他整的一个他学习的一个过程 有学生自己规划 那这个部分呢学校也有补助 对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以代也有将近一百多人 是 藉由这学习体验 有的学生是第一次出国 对 藉由我们这样的补助 其实我们补助也不多 我们发现同学非常厉害 在短短14天里面 他只花了台币三万块 那个等于说呢 他们自己的事前的规划 然后呢在旅行过程当中的一些灵机应变 到事后其实回来还要做一些成果验收的 就会发现到说 把他们丢到国外去 不是不顾他们的安全 而是让他们可以快速的成长 然后去了解到说国际其他人们是怎么样来过生活的 另外的话呢 在国内的同学的话也不会啦 因为像现在有南向的一些政策 所以有招收了一些像 西南向国际生 有120人在今年的 这个其实也可以跟他们多多的做一些互动跟交流 其实也可以了解到很多不同国家人事物 他们的一些想法 然后呢自己以后不管在什么样的领域工作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 这个其实有同理心 同时有更多的一些面向 那我们在今天邀请到的是 景文科技大学的李鸿斌副校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谢谢副校长 也请大家多多了解景文科技大学上他们的官网 谢谢副校长 谢谢 淡水 巴黎 山枝 石门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议员候选人 吕孙芬